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節目 Emilia,剛才聽到胡先生介紹了柬埔寨和中國的友好關係 胡先生介紹當地人的消費和當地的購買力 我在這裡分享當地居民的情況 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實際的經濟反應 首先,我們要留意它是用什麼貨品 其實柬埔寨有自己的本土貨幣 不過其實已經不是一個主型貨幣 主型貨幣主要是用美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東南亞主要用美元的國家就是柬埔寨 唯一就要 唯一 如果剛才第一節也有說到 吳森總,你很聰明,就是後髮型先至 其實一個國家的貨幣,你看我們香港用聯繫貨幣 為什麼一直都要維持呢? 其實貨幣是對經濟是一個關鍵 這個雄森總理當時已經看重一點 好了,除了高美元結算之外 我們要考慮一點就是 我拿著美元去消費,去購買,去買樓,去投資 錢如果入和出有沒有一個關係呢? 這個也很重要 柬埔寨的政策也是自由兌換 也可以出和入都沒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其實世界各地的外匯有很多限制 不是隨便可以出到的 柬埔寨也不是,就是自由 自由是怎麼自由化呢? 我給大家一個標準 我給大家分享大家 試舉例,你譬如說 今天我的錢打進去 或者你的錢在裡面 你想出回香港呢? 其實基本上呢 明天就已經可以香港收到 去到這麼誇張的 那你覺得誇張是因為你不知道的 實際上呢 其實已經是做得很成熟 其實如果你說看一個自由裡面呢 我補充多一個就是 其實香港呢 就是那個 第一百一十二條的條例呢 就是外匯自由管制 其實基本上跟這個條例差不多 那所以呢 是有一個法律去支撐這件事 至於你說消費來說呢 大家呢 如果有去過東南 其他國家比較近一點 可能是越南 或者泰國 其實當地人很喜歡消費 那原因為什麼會喜歡消費呢? 就是因為他們年輕 嗯 年輕 那有多年輕呢? 整體來說呢 整個國家裡面 那個三十歲留下 平均年齡27歲 因為以前呢 1992年之前呢 就有那個內戰打仗了 很多人死傷了 那所以現在呢 就主要是年輕人 那年輕人當然喜歡消費啦 那又喜歡向上爬啦 又想住好一點 用好一點啊 那所以呢 我剛才去到 就是說物業市場呢 那個空間的其中一點呢 就是本土人去支撐住 嗯 就是不是一定要靠外來的資金 就是本土都已經能夠支撐到當地的經濟 是 本土是一個部分 當然外來都有 那外來現在支撐住在哪一個環節呢 其中一個環節呢 就是那個租金 嗯 租金 那不知道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或者不知道也好 其實柬埔寨其中一個吸引的力在哪裡呢 就是那個租金回報 嗯 那麼他的租金回報呢 在CBRE呢 就是細邦惠毅禮事 CRE的最新一個報告呢 2019年呢 就是其實他的平均回報呢 他的年利率去到7-9% 那何以顧他這麼高呢 其實就是一些外國人士呢 去進去工作 其實如果大家平時我們香港 講香港的朋友呢 我們以前經常去泰國啊 去東南亞、馬來西亞 那麼 這個國家發展 你們都要外來的人士呢 去幫他起樓啊 做事啊 基建啊 很多規劃 那麼柬埔寨都一樣 那所以現在呢 外來的有一批人去帶動 那麼本土人呢 那個經濟增長呢 也都去提升了他們呢 去購買樓宇啊 住好一些啊 或者以致去投資 那所以有兩個力量呢 在這個市場上 嗯 所以那個租金那個回報 可以 就是在亞洲裡面排第1的了 都差不多 是 現在在亞洲裡面排第1 並且是有一個穩定性 那當然呢 近期在這兩年疫情 會有一個打擊 所以 有程度上 我們去進去呢 其實就 相當之不錯 是啊 好像在疫情中 它都是 正 都是一個 比香港環要高的 有一個租金回報 都差不多到5厘到6厘 嗯 是啊 你說得很對啊 Jacky 嗯 那關於那個消費能力那方面呢 會不會說其實它周邊的配套啊 或者它一些的可能赤渴玩樂呢 其實都做得很好呢 就是我打個比喻 譬如我去東南亞的國家那裡玩呢 那心一定會想 啊當地的消費一定很便宜的 是吧 事實當地呢 都 都 相對來說 因為我們期望那裡很低的嘛 其實不可以說人家很高 是因為我們期望它很低 所以如果期望差異化呢 你就覺得 哇 很高啊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很高的 是很高的 即是一離開香港 就覺得其他地方的東西都是便宜的嘛 是啊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有些特徵的 是不是 今天不說特徵了 那我們說回簡無債 當地的消費呢 就是買罐汽水 都一元 過幾啊 都其實是不可以說很便宜的 一元過幾便便宜了 但是美元啊 哈哈哈哈 美元啊 美元 那你就去那裡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貴呢 其實如果我做一個例子 如果大家有去過越南 其實越南的Starbucks的咖啡 都去到二 為港幣 去到二十至二十多元一杯的 那你會想一下 那你會想一下 其實都不是 其實你覺得都很貴 是啊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柬埔寨也有少許這樣的情況 就是 所以每個國家發展得差不多 嗯 其實都是要排隊的 大家在Starbucks都要排隊去喝的 因為這個是朝鮮文化來的嘛 就是好像我們都去 覺得好像威風一點的 去沙北沈灰爺 他們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裏也可以說多一點人口的結構的關係 因為剛才說除了那一千六百萬人口裡面 其實華人是佔了九十萬人 嗯 而很多都是在禁邊的 所以其實在當地 譬如包括我們將來有些朋友去到 你發覺很多大家熟口熟悅的華人 包括他的文化都會在裡面 所以你去到也有些溫馨七次粉 嗯 我在那邊其實都會有很多香港的那些 知名的品牌的食物 譬如好像X好運那些 或者是 大肥羊那些 那些都會在那裡找到的 是啊 有沒有什麼例子可以都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講消費嗎 是啊是啊 我覺得消費呢 你可以譬如說 我們你知道香港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日本文化 那其實昨天呢 是已經有EON一期二期 那三期都準備 即是在起緊就完成 那麼以前我們香港叫Jusco 如果大家都可能不記得 那現在是一統一發廠的EON 那其實它在當地 已經是做了很多功夫 也都做得很好 理論上如果你這樣進去商場 你是應該不知道那裡是柬埔寨金邊的 什麼都有 你要吃日本的 去元氣 去沙烏沙烏 你想到想不到的東西 其實當地都已經有 如果大家現在看著那個圖片 除了剛才我講的EON之外 你看到其他世界國際的大品牌 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都在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 我第一次看都會很驚訝 其實一些很漂亮的五、六星級酒店也有 跟著香港人認識的品牌也有 所以其實如果當地沒有這樣的消費力 沒有這樣的經濟環境 根本上這些大公司 我這樣說是不敢去進駐的 是的 Jacky你也說得很對 現在各大公司 其實大公司去進駐 其實就有很多調研 很多報告才會去做 其中有一個大家在香港很流行的酒店 就是Rosemoke Rosemoke那個酒店 其實很早已經去了當地 其實一間這麼級數的酒店 他做過研究 他要看那個地方要發展10年以上 才不會落點 就是他們不會隨便落點 所以這些都你會看到 這麼多品牌去 難道別人是傻的嗎 這個實際上不是傻的 傻都傻了一會而已 你會看到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裡都是支撐到 為什麼現在我們要看好這個地方的背後原因之一 嗯 那這樣看下去 其實是不是有點像以前發展的深圳這樣 胡思英 我絕對同意這一點的 不過這次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過去沒有把握以前的深圳 這次你們應該很認真 去把握一下這次亞洲版的深圳 那為什麼呢 現在那個地價是很便宜的 就是樓價平均的尺價 最新CBRE的報告 2021年2月份 就是去年的報告 其實它的美金價大約是3129元 一平方米 嗯 那這裡也有一個圖表 那這裡它就圍到2200元 那是港幣一呎的 所以其實對回胡思英剛剛所說的 三千多元是美金 就是轉回港幣和赤價其實都是相對的 是 因為我那個已經是有點升了 這個可能 因為剛剛那個 你看到其實整個金邊 那個價錢相比在其他整個亞洲區或者東南的國家 都是偏低水 我們這個價錢的反映是在說首都市中心的一個樓價價錢 因為買樓大家都經常說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主要的比較是以市中心為例 嗯 好的 那麼聽到這裡我們休息一會 再回來繼續跟胡思英聊天 謝謝 謝謝